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很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油宝宝更要注意 高档装修 认准解密密缝出现 还原能一间极致之美 打造健康生活 三连 八喜 船 古艺 绿宝 黄志和 六臂居 月圣寨 华都 手边的美味 身边的营养 从田中到餐桌的手农食品 手农 美好生活 走过了 净位除权 无添加 详面地址 我的家 卖从诗技术区 欧神诺 高端瓷川 定制家 欧神诺 陶瓷 看 鸡排鸭来了 德爱威 来自德国的功能复料 华保险 三年发展 两千五百个机构 打造行业领先的保险集团 中华保险服务中华 2019 央广中国品牌联盟 行业展播 简易大理石瓷砖 高端装修 不用大理石 就用简易大理石瓷砖 绿森林归岛尼 玄屋墙面定制专家 新墙面 旧墙面 就用绿森林做墙面 2019 公广中国品牌联盟 合理在一起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 每天为您汇广 全天资讯 我是阳场 我是影镜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脱贫攻坚战 进入五百天倒计时 民政部 财政部等五部门 联合印发通知 探索创新建立多样化 照护服务体系 在脱贫攻坚战中 做好贫困重度残疾人 照顾服务工作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12次会议 举行联组会议 审议水污染防治法 执法检查报告 并开展专题询问 栗战初参加审议和询问 国大印发意见 提出九项政策措施 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权力 我国首次启动林草种植资源普查 力争用五年时间 基本摸清林草种植资源家底 环保督查组通报 重庆大族区工作者折后 巨探湖水池长期得不到保障 台风白露 金城在福建沿海登陆 多地将遭遇强降雨 举动四级应急响应 发布山洪灾害红色狱警 欧洲理事会主席表示 不会在无协议脱欧问题上 与英国进行合作 一下是详细内容 脱贫攻坚战已经进入500天到期时 贫困残疾人如期通贫 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度 截至2018年底 贫困残疾人累计脱贫 511.8万 完成攻坚任务超过75% 但目前我国仍有169.8万名 建盗利卡的残疾人 没有脱贫 民政部 财政部 国家卫生人康能 国务院扶贫办 和中国残联等五部门 日前联合印发 关于在脱贫攻坚战中 做好贫困重度残疾人 照护服务工作的通知 要探索创新建立多样化 照护服务体系 央关记者车币报道 给钱给物 不如给服务 已经成为贫困重度残疾人 脱贫解困的最大期盼 我国169.8万名 贫困残疾人中 重度残疾人 就有95.5万名 这部份群众 享受低保兜底 普避命 之间问题已经解决 但是仍然存在着 无人照料的难题 国务院副平办 督察官员海波表示 要分类施策 重点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文明 在义务教育方面 有的需要送药上门 在基本医疗方面 有的需要送医 送药上门 在住房安全方面 需要保证补助威法 也要对有需要的 肢体残疾人家庭住房 进行无障碍改造 安全饮水方面 一般贫困腹 可以通过 就近汲水等方式解决 但重度残疾人 需要饮水入土 大通最后一米 湖医博配报表示 要加大对贫困重度 残疾人家庭 特殊支持政策 获得